你不会真的以为 所有蛋仔都是靠双腿在地上行走吧 快看 蛋仔岛中的潮流蛋 它是靠双腿在地上行走的 但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其实 温方在蛋仔岛中 还隐藏着一只非常恐怖的蛋仔 它用八条腿在地上行走 你们难道不好奇 用八条腿在地上行走的恐怖蛋仔 它究竟是谁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就连最新NPC蛋仔转发鼠老板 它也是靠双腿在地上行走的 如果你的蛋仔 也是靠双腿在地上行走的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目前蛋仔岛腿最多的蛋仔 那就是水母优来亚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水母优来亚的腿 也只有六条腿 它也根本不是靠八条腿 在地上行走的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 这只用八条腿行走的蛋仔 它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官方最新CG影片中 发现了这只八条腿行走的蛋仔 它的名字叫发美美 仔细看它身体前方长了四条腿 在它的身后也长了四条腿 而身前身后的腿 夹起来刚好八条腿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蛋仔 它们都是靠两条腿行走 官方隐藏的恐怖蛋仔发美美 它就是靠八条腿 在地面上行走的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